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有人问,你和赵丽颖合作三次,有心动吗? 张翰,我喜欢单纯的女孩。 曾有人问张翰,你和赵丽颖前前后后合作了三次,有擦出火花吗? 张翰的一番话耐人寻味。 张翰表示,赵丽颖我肯定是不会考虑的,我还是更加喜欢单纯、可爱、善良、简单的小女孩。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,赵丽颖曾与张翰、郭富城合作过一部叠战片,名叫《密战》。 电影《密战》主演讲述的是松户会战后上海沦陷,郭富城饰演的林翔为了重建地下抗日组织, 偶然与赵丽颖饰演的蓝芳相遇,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查,两人开始假扮夫妻。 在假扮夫妻的过程中,二人认识了张翰饰演的梁栋,三人并肩作战,一次又一次破坏了敌人的阴谋。 原来,圆脸不仅能当女主角,还能演别战片。 赵丽颖曾说,不要总帮我撰写悲惨故事,立奇怪的人设,我努力我该努力的,当然也享受我该享受的。 顾得不说,赵丽颖还真的是人间清醒。 但对于赵丽颖出演叠战片,观众们还是持怀疑的态度,毕竟是拍古偶出身,演技方面还是有待提高。 而由郭晶飞,谭卓主演的叠战片对手之所以备受期待,其依旧是这段时间权一句太多,观众需要换换口味,其二当然是演员阵容强大。 最后小编想问大家,你们认为叠战片最重要的是什么?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